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叫Leo 我是美国西部出生的 因为我妈妈是华人 而我又长大在西方 所以她愿意我更了解中国文化或者中国历史 所以她就给我介绍这样的节目 张天亮先生讲史 她不仅仅是讲历史的一些事物 她还会讲历史的意思 和历史上的一些文化上的 或者道德上的 或者一些哲学性的道理 她会通过历史去讲这些的 其实这个也是贯穿在中国文化之中的 就是说你要学中国文化 你就必须得学中国历史 虽然是中国历史 很多人可能认为 这个对西方人 或者对美国人都没有什么影响 其实太有影响了 就是说因为中国历史那么长 朝代那么多 比如说中州列国 它不是一个国家 它是好几个国家都在争霸 然后征服于天下 所以其实她讲的一些 对人类学的一些帮助 是相当有趣的 她不只是讲了政治 或者讲了战争 她还讲出一些做人的一些道德 那个讲了商鞅变法 在清国的商鞅变法 她就讲到就是说 商鞅虽然一开始是很成功的 可是最终她的做法自毙 我就觉得很 我就觉得就是说 她讲的这些道理 就是说看现在的一些政治情况 也可以看出这样的道理来 就是说你干坏事 就是说你恶有恶报 是唐妻的 杜妻的 谢谢大家